《新闻》 那天我一路看新聞 立即打電話給我朋友 因為他在香港電台工作 恭喜你 現在解凍了 很棒 沒有消息 他回覆了我 你試試一個人沒有飯給你吃五年 現在給你一碗飯給你吃你想怎樣 是不是應該多謝他 而且這碗飯告訴我們 經過五年的所謂研究之後 結論是甚麼呢 維持原狀 那五年發生了甚麼事 還有為何要研究這件事 結果是一樣的 這個港台這件事終於有了結論 但這個結論其中一件事 是最為人討論的就是 要成立一個顧問委員會 因為叫太上王 太上王 這個顧問委員會 我覺得最搞笑的地方在哪裏呢 就是人家問顧問委員會是怎樣 這個顧問委員會跟我的台 互相沒有重屬關係 應該是這樣 沒有實權的 應該是這樣 接著他問 職能是甚麼顧問委員 這個是交由社會討論 我真的覺得 香港政府越來越搞笑 你和我很大權力 現在我們在社會討論 是的 他的職權是甚麼 還有他沒有政黨背景 就是 一些委員沒有政黨背景 其實幾個條件 你和我都對 我們就進去 我們應該打電話給詹特首 我們就進去 然後我們進去 做委員會 去監控香港電台 唯一監控的最好的方法就是 我們兩個都做了這節目 這個也不錯 質素最好的 不用搞了 不過這個顧問委員會 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除了他的職能 暫時是幸運不清之外 其實他和港台之間的關係 都是一個幸運不清的狀態 於是有人問廣播處長 你有甚麼意見 那個雲華旗 他說 哦 我將會使這個顧問委員會 為好朋友 好東西 好朋友這三個字 又有很多詮釋空間 可以不斷輸送短片給他 即是好朋友 即是咸片 那些好朋友才可以分享到 即是不斷給委員會的人 看到他很開心 這件事 好朋友在我們中國的文化裏面 其實不太好 因為好朋友 大家之間會有很多利益輸送的涉嫌 即是他現在的意思是 你不要這樣屈他 即是既然那個角色這麼幸運 即大家都不知道他的職能 可以去到哪裏 他可否殺我呢 他的意見可以有影響力多大呢 唯有一個方法就是 維持好朋友狀態 你不要 大家互相尊重 對 喝大兩杯你可以打我 你也可以扮吵架 我可以扮執拼 打架我可以這樣 你見到我被人欺負 你可以打我 這樣叫好朋友 哦 終於在林爾諾的詮釋之下 我知道黃華琦的好朋友的關係 就是你可以憑我 沒有辦法 這兩個事太近了 即是黃華琦回應港台事件 和吵架打質田事件太近 所以很容易被人亂相 好 終於明白了 現在澄清清楚 顧問委員會和港台的關係 就是你可以憑我 我又可以憑他 不可以 不可以 真的沒有還過手 所以政府最近做的事情 全部都是駕藏店屋 含運不清 這個似乎又成為了我們 香港政府的文化 但特區政府是否挺難做 他怎樣去控制 五年前他想做這件事 某程度想殺港台 或者讓他私有化好 總之沒有眼睛 想他完全消失 但現在五年後的評估 就不行 因為市民大眾的意見 都是聲音太大了 可能這是其中一個影響 導致他不能殺他 但不能殺他 你又不可以不管他 你不管他質素 他覺得不滿意 總之不滿意 不過質素可能不是他要求 或者你罵政府罵得太多了 如果大家過去看有關傳媒的一些調查 香港市民對港台節目的質素是認可的 所以我覺得香港政府對港台的意見 唯一一就是你經常罵政府 但是罵政府所謂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所以劉吳慧蘭又可圈可點 那些人問他 港台可不可以罵政府 港台不一向都可以罵政府 我們不一向都容許罵政府 不過基於什麼呢 只可以基於事實 不可基於觀點 又不可以列造或者偏頗 後面都可以接受 不可以列造 不可以列造 我也可以接受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為什麼呢 如果我們作為評論員 我不明白 我現在說的全部都是觀點 為什麼你說我不可以見基於觀點 而且老實說 即是要盲 我真的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什麼叫見基於事實 而不見基於觀點 說事實 評論沒有評論 新聞報道就是事實 評論就一定是觀點 就是看以前阿公報 阿公報就是說事實 就沒有觀點 或者其實也有一個觀點 就是阿公的觀點是什麼 你把阿公的觀點寫出來 也是對的 不如你示範一下 如果按阿劉吳惠蘭女士 所說的要見基於事實 又不能有觀點 又不能偏頗的時候 評論一件事 可以怎樣評論 很容易 基本上港台的節目 是非常垃圾的 我個人認為 不過可能的真實是很好品質 不過我不懂得欣賞 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找李天明訓練的評論員 因為李天明的語意分析很厲害 即是說一句 補一句 補一句 扣一句 永遠扣著就不會有事 所以李天明一定要成為 以後評論員的顧問 我覺得這樣才行 那真的要請李天明出生 我們這些評論員才懂得怎樣按 劉吳惠蘭女士去做這些評論節目 我覺得更好笑 就說遲點會多了一個數碼頻道 即數碼頻道 讓港台節目多些人看 我覺得奇怪 港台節目放了阿時已經沒有人看 是唯有放在無線電線上 擱著我們看才看 這件事是真的 你還放在全球那裡 還沒有人看 沒有人看 他說放在一個獨立頻道 獨立頻道 就不會掛扣於商業頻道 我覺得這個最獨立 這個才是獨立 獨立頻道 沒有問題 等於放你在沽島那裡 整個島都是你的 還不開心 還放在中央電視台 更加沒有人看 這個才到最後就是 香港政府殺港台的陰招 厲害 你真是高手高手